原則上它裡面有一個功能就是設定格式化條件 但是你要新增規則 不過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新增規則之前 請各位注意一下 一定要先選取你要做設定的範圍 也就是說你那個規則 到底要針對哪些儲存格 幫你做判斷 所以我要針對的範圍就是從A2開始 有這個資料的範圍 第一個從A2 那我習慣是整個選取下方 所以Ctrl Shift 我喜歡Ctrl Shift向右 再Ctrl Shift向下 那這樣的話它就全部把它選取起來 當然如果你不用Ctrl Shift向右向下 你可以這樣選 不過我覺得好像沒有那麼方便 因為範圍那麼大 你每次都要這樣拉 其實我覺得不是那麼有效率 反而Ctrl Shift向右向下比較快一些 OK 好第一個 先把這個 你要設定格式化的範圍選起來 第二個的話呢 在常用裡面有一個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 那這個規則彈出來之後的話 它會問你說 那你的規則是什麼 它這個新增規則就是說 如果你那個規則 成立的話 它就幫你做什麼格式設定 也就有點像喔 在那個VBA裡面跑一個回圈 回圈範圍就是整個範圍 然後做邏輯判斷 如果邏輯判斷為True的時候 它就幫你做格式化 其實道理有點像 幫你寫一個程式 幫你去做足一足一的檢查儲存格啦 那類似啊 那 可是問題特別注意喔 新增規則裡面呢 它這邊總共會有個清單 總共給你什麼 根據其值格式化 欸值 可是裡面的不是一個值啊 值 不是一個數字 OK 然後格式包含下列足分格 欸有沒有 它這個介於 它裡面有沒有 可是問題它這邊好像是針對 主要是針對數字 可是如果說我要針對什麼 針對的是 禮拜六禮拜天的話 欸這好像不行 OK 所以理論上這些其實都不OK 大概呢 只有一個 就是什麼 使用公式來決定 要格式化哪些儲存格 OK 那特別注意喔 所謂的公式喔 就是叫你在這邊打 一個 這個類似像我們前面在哪裡 在資料編輯裡面打成是一樣 欸 所以呢 那個條件為 True的時候呢 它就幫你做底下的格式 那首先的話 我們針對什麼 針對禮拜 禮拜六好了 OK 那禮拜六的話 特別注意喔 公式喔 因為它在這裡支援那個什麼 支援 Exel裡面的函數 所以喔 你可以用一個函數叫等於 喔 用那個 前面有講過的叫Week Day 那Week Day的話呢喔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喔 公式的話 你可以打一個Week Day 它有支援那個 Exel裡面的函數 那Week Day裡面特別注意 那你要給它一個儲存格 欸 你幫我判斷一下 Week Day喔 它裡面 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選舉的範圍是這麼大 那其實你特別注意 你只要跟它講左上角的那一個喔 儲存格 所以我以A2 當成是它的判斷的起點 OK好 然後 後刮五就可以了 那特別注意喔 Week Day我們前面有講過喔 就是說 因為呢這個 這個函數是美國人他們設計 所以喔 所以喔 禮拜 如果禮拜六的話呢 那在這裡應該等於多少 回答的結果 如果禮拜六應該等於多少 等於7嘛 OK喔 欸 特別是喔公式請你一定要打前面這個等號喔 OK 有點像是在那個什麼 有點像在資料編結 但又不太像 資料編結裡面只要打到這裡 但是喔 特別公式喔 記得後面還要再加一個條件 如果等於多少等於7的時候喔 所以這個地方 當Week Day的結果 A2 假設是7的話 那做什麼格式呢 格式的話 那點一下 我們希望什麼 自編結禮拜六呢喔 幫我設定一個深綠色的字號 假設 然後填滿的話呢 我就給它一個淺綠色 然後按個確定 也就是說上面是一個條件 下面就是格式的意思 那它會怎麼做喔 基本上呢 它會從那個你的A2開始 有點A2當成起點的意思 那它會一個拿過來這邊檢查 欸是不是等於7 如果是 它就幫你做這個格式 如果不是 那就不格式化 然後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也就是你選舉的範圍 它會全部幫你把它做檢查 再格式化 OK到底大概差不多喔 好那這樣的話呢 滿一個確定 我看 我是建議你可以 把這個格式複製一下 為什麼 因為等一下還要新增禮拜天嘛 就按確定 你會發現禮拜六全部OK了 有沒有 這一招其實一定要學 我是覺得設定格式化條件 裡面有個新增規則喔 OK 那你不用寫程式也可以完成 再來的話禮拜天怎麼做 一樣 使用公司來決定 把剛剛的公司貼上 只要把它改成多少 禮拜天嘛 改成1就可以了 然後呢 那它如果是禮拜天嘛 所以它一樣會一個一個幫你檢查 然後格式的話 就是啊 如果填滿黃色 是的話呢 給我一個紅色 OK 也就是說如果 幫我一個個檢查 A2指的是起點 檢查是不是 禮拜天 如果是的話呢 就設定這個格式 如果不是 那就不設定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設定格式化條件先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喔 好 按確定 其實答案就OK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那個格式給加上 當然特別注意喔 未來如果說 你要把它改回來的話 比如說 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我把它恢復成原來的狀態喔 這樣這邊 紅色的字 我要把它改為無填滿 有沒有 你會發現你改喔 你從這邊改 完全不會有效果 那你要怎麼改 怎麼把它刪除 記得喔 從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 這邊有個什麼 清除規則 然後呢 就跟大家講說 清除什麼 整張工作表的規則 從這邊喔 或者管理規則也可以啦 清除整張 這樣子才會清除掉 你不能說你從上面去 設定格式它會不理你 OK 所以特別是一 從這邊新增規則 然後記得這邊打上公式就好了 OK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喔 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的 用公式來決定格式化哪些儲存格 那這個功能其實是蠻好用的 只要你將來要針對你儲存格裡面 的什麼樣條件 如果那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它就幫你格式化 所以其實這個功能呢 可以用在蠻多地方上面的 那 那 有一點等同就是說 我們自己寫個程式 寫程式做什麼呢 在程式裡面寫個回圈 跟它講說 那個範圍裡面 幫我怎麼樣呢 幫我把它做邏輯判斷 OK 那這個地方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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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